今天邀请大家来把这几张幻灵片一起来朗诵 你们才会加深印象 如果光只是我练出来的话 你只是耳根在听 那你自己大声练出来 你嘴巴练出来 耳朵也在听 你眼睛也在看 你的心也在体会 一般观呼吸跟语道合一 这种观呼吸有什么不一样 希望大家好好去体会 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没什么 我再强调一遍 就是一般人习以为常的 这个没什么 他却是蕴藏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得到的真理 那就是我们那个自我习性的认为 这个没什么 所以你就把它排除掉 所以你就找不到 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悟 这样体会到吗 所以希望大家归零 重新来越单纯越好 来请大家来一起大声朗诵一遍 一般修法的观呼吸 从上面标题开始 好 来 开始 观呼吸 一般修法 空气 只四种元素 观呼吸 是一种出圣法门 一辈子精进用功 观呼吸 不现在 人在 苦海 不成 要精进 不现在的修 要舍法 逃离 苦海 地球 因为一般人的观念 就认为这个地球是苦海啊 而业障深重 才在这里出生啊 觉得 这个没什么啊 这个土地很肮脏啊 那里也有粪便啊 那里也有落叶啊 那里也有尸体 这个世界 这个是很肮脏 这个是五着恶事 当你被灌输这种观念 你这一生这一世 你怎么找到净土 怎么找到大 就是那些观念 障碍了 你找到真正的净土 找到真正的大 只要你把那些观念去除掉 重新来认清 是什么在养育我们的生命 你就会找回到 你就会找到净土 一般因为被灌输错误的观念之间 然后就是用那些错误的观念之间 在对待自己也对待别人 用那些错误的观念之间 来看万物 所以就是这样 然后一辈子就在那里精进用功 精进用功 观呼吸 不懈怠 然后要入各种禅定 深定 然后再来看各种光 各种觉寿 但是还是一样 修了几十年 还是在苦海里面浮沉 有的就要设法逃离地球 天地父母一直在养育我们 为什么我们还不知感恩 不知报恩 不知感恩 不知珍惜 还要逃离他 瞧不起他 人真的不要做忘恩负义的人 我们要重新认清出来 你就会感恩 知足 喜福 你才会真的快乐 好 再来 与道合一的修法 来 开始 观呼吸 与道合一修法 体悟道 空气就是生命之神 就是道 没有空气 我就活不了 全身内外 浸泡在空气里 浸泡在道里 浸泡在天地 父母的怀抱里 不管到哪里 幸福 安心 自在 喜悦 本来就这么的简单 真的本来就这么的简单 可是 众生这个自我 他就是不甘寂寞 不甘平凡 平淡 这个自我 不甘于 与众生平等 所以他就要制造很多的问题 本来就这么简单 空气本来就是我们的生命之神 空气本身就是道 如果你不以为然 如果你不以为然 那没有空气 你还能够活着吗 所以要知道 没有空气 我活不了 空气就是支撑我们生命存在的生命之神 这个无关信仰 这个都是真理实相 重点就在 你要重新来认清出来 空气就是道 而这个空气 比你所崇拜的任何大师 包括任何的什么解脱者 开悟者 比那些都更重要 因为没有那些所谓的大师 你生命会不会死掉 不会的 不会死掉了 那些法门再怎么重要 没有那些法门 会不会死掉 不会的 所以大家要了解 一定要扣住我们的生命 来感受来体会 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我知道了 这个我知道了 这个没什么 都只是头脑之鉴 并没有真正用生命 去品尝 去求真求证 都只是头脑之鉴 所以那种知道 不是真正的知道 那个自我就是还不甘心 他就觉得 我一定要怎么样修 那个才是 好 所以就是形成 又被自我所欺骗 聪明反被聪明误 如果你能够脚踏实地的 原来支撑我生命存在的 一切元素就是道 原来没有空气 我生命就活不了 好 终于体会到 空气就是生命之神 再来呢 我全身内外 有没有都浸泡在空气里面 有啊 而这个空气 这个就是一样 就是天地父母 整个地球 整个虚空 太阳 这就是天地父母啊 就是道啊 我们 什么时候离开过 天地父母 离开过道 这个就是要好好去体会 所谓的实修实证 亲证 就是要去体悟这方面 你要清楚的去体会 我们全身内外 都浸泡在空气里面 浸泡在道里面 浸泡在天地父母的怀抱里 不管到哪里 从来没有离开过道 所以不要以为只有虚空 才是道 因为如果 有的人对虚空不了解啊 认为那个好像还空洞啊 不确实际啊 所以就必须要 介绍大家 显向的大自然 都是道啊 大家可以理解啊 无形的空无 这个就像天 就像父亲 显向出来的三合大地 就像母亲 天地父母 都是道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过天地父母 你真的要大安心大自在 就是要清楚的认清 找出这个 你真的找到 你真的体悟到 你体悟一分 你就安心自在一分 你完全的体正到 那个自我 它就会消融 你就会真的安心自在喜悦 再来 惊醒跟走路也是一样 一般的 精醒走路 跟语道合一 的精醒走路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很重要 大家要区分出来 才不会走了一辈子 还是像个行尸走肉 一个肉体 在无情的大地上走来走去 然后只是在哪里 练定力 练灵觉 练不动的心 把有生命都练成没有生命 真的这是错误的方向 来 请大家一起来大声朗诵一遍 把这个精醒走路 好好地去体会 一般修法 跟语道合一有什么不一样 好 开始 精醒走路 一般修法 一个肉体 在地上行走 精进认识 定力 明觉 保持绝照 训练 不动心 外境 比起 无关 外境 是道贼 敌人 大地 比起 生命 无关 走一辈子 人是 游到 动体 走在 无心 无生命的 土地上 甚至 厌护他 要 逃离他 你看 这就是一般的修法 天地父母这样在 养育我们 爱护我们 而人的认知 竟然认为 这个外境跟我生命无关 这个天地父母 天地跟我无关 而且认为 外境是盗贼 是敌人 你这样 你怎么找到净土 怎么找到生命安心 大安心 大自在 所以这些都是 观念之间的问题 如果你这些观念之间 你没有调整教证过来的话 你就会一直用 某种法门 然后一直在那里 修修修 为什么要修三大阿僧奇解 就在这里 观念之间就是 老是 改不过来 不愿意 去调整 校正 自己的观念 所以为什么 我跟大家勉励 要练习 让自己 大死一番 就是要把那些观念之间 真的放下 不要用那些来障碍自己 你真的愿意归零 重新来认识 就不一样 如果你不愿意归零 你就会这样 生生世世在那里修 然后还是一样 觉得这个外境 跟生命无关 跟解脱无关 偏偏你所否定的 那才是真实的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 觉醒过来 来 把与道合一的精醒走路 大声朗诵出来 OK 来 开始 体悟山河大地 与己生命关系 真的这个就是要用心去体会 如果你在那里强调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孝顺 强调孝道 强调忠孝仁爱 当然这些也不错 但是要知道 这是属于世间法的那些运作 如果你这个道 这个核心没有掌握住的话 你光只是在那里强调孝道 强调什么道 什么妇人之道 什么夫妻之道 你光只是在那里强调那些的话 你只是在世间法里面修 而这个真正生命的源头 真正的道 却没有好去认清出来 这样就很可惜 所以老子就是希望我们 你要把道好的认清出来 你真的认清出来的话 你看不管你走到哪里 你生命都与天地父母同在 有的人他会认为 我家中父母很重要 对家中父母很重要 但是他会离开你 他没办法是你生命的究竟诡异错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所有祖先 也都是天地父母之子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祖先 都是要天地父母来养育 当他们生命一起远近 在这个地球远近的时候 一样是天地父母在 接受他们 一样是回归天地 所以要知道 不是说世间的父母不重要 不是说不重要 一样我们要孝顺世间的父母 家中的父母 但更重要的 我们大家的天地父母 你要早日认清出来 你才会真的安心自在 你没有认清出来 你就继续用自我在那里修 只要你继续用法门在那里修 就表示你还没有找到 而且你的心也不会真正的安心 所以你看 你走来走去 有离开过道吗 有没有 你脚所踏的 是三合大地 是道 你走来走去 那个空间 也是道 你随时 随地都在呼吸 也都是道 所以有些人就问 我怎么样去 我怎么样去 很快的体会到 与道合一 就是从这些 去切入 去体会 这都不是想象 都是具体 都是实相 所以包括吃饭 也是一样 其他的 你们自己 好好去体会 吃饭也是一样 一般的吃饭 跟与道合一的吃饭 有什么不一样 要好好去体会 如果你没有来到 与道合一 你吃饭 不会感恩 不会感恩 有的甚至要修成 吃饭 食不知味 食物是我们的生命之神 他们在牺牲 他们的生命 在养育我们 在滋养我们 为什么我们 不懂得感恩 那个都是认知的问题 所以希望大家 对食物 包括喝水 我们都要有感恩的心 睡觉也是一样 如果你观念之间错误的话 你睡觉 你都睡得心不安 包括有些修行 我们以前经历过 当别人引导我们修行 你一天只能够睡几个小时 你如果超过几个小时 你就要去反省检讨 为什么要睡那么久 别人才睡几个小时 你为什么要睡比别人多 你要反省检讨 连把这个睡觉 都变成一种罪恶 所以真的要好好去体会 天地之道 与道合一 的睡觉 一样 你能够安心自在 问心无愧 再来 这一章蛮重要的 来 请大家一起来大声朗诚一遍 好 开始 六道 始法界 各界天人 不管哪一道众生 哪一界天人 色界 无色界 全部都是由道 空 无极 上帝 宇宙本体 演化出来 破乱出生在哪一宗宇宙 以什么心理出现 都有当下的天地父母在支撑 在养力 共鸣能量 所有众生 都是祂之 同分同源 本一 这一章 也很重要 希望大家好 体会 不管哪一道的众生 哪一界的天人 全部都是由道 演化出来 不管出生在哪一星球 以什么形体出现 都有当下的天地父母 在支撑 在养育 供应能源 所有众生都是道之子 同根同源 本一体 你才会体会到什么叫做一体的世界 好 你才会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平等心的世界 真正平等的世界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好好的体会到是什么 你会看的话 包括这一张幻灯片 都在告诉我们 天地父母是什么 天地父母在哪里 道 在哪里 什么叫做道 在养育 在化育万物 养育众生 无字天书 这个就是无字天书 这个不是催眠 不是宗教意识 不是哲学观 不是某个人的思想观 而是实相 问题就在于 我们有没有认清出来 如果还没有清楚具体的认清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要下功夫的地方 如果你真的认清出来 你会很震撼 你到哪里 你都可以读懂这部无字天书 什么叫大地风云经 什么叫做无字天书 就是这个 希望大家 好好地用心 去体会 去感受 早日 早到大 早日来到 与道合一 好 祝大家